李白一辈子没怎么工作过,一直游山玩水,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呢?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笔下的文字总是以规律奇幻的想象描绘着祖国的大好山河,可见李白游历过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然而历史上对李白的记载中却没写过李白长期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最明显的记载就是他只给唐玄宗当过一年多的汉林供奉就被刺进放海了, 然而在此之前李白就已经游历多年了,这就让李白的财产成了一个谜,游山玩水是需要不少钱支撑的,能够让李白能够心无旁骛一心旅游的财产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探寻历史中的宝藏,点击订阅纵观史书,家是显贵不缺钱,要说李白的财产从哪来,首先就要说到李白的家是,李白的祖籍在隆西,看到这个地名在结合李白姓里, 相信很多人就能联想到隋唐时期排在五姓七望之首的隆西李氏,这一支世家的名头可太大了,统治唐王朝的李唐皇室就是出自隆西李氏, 也就是说这一支的人不管多落魄都是和皇室有着血脉关系的,而李白九世祖据说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的开国皇帝,也就是李唐皇室的先祖李浩,这个家世可就更加不得了了,再怎么说祖上也是开国皇帝, 尽管几百年过去李浩的后代数量相当可观,各房各之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有多亲近,但是所谓世家的意义就是一整个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李家建立了唐朝之后,李白这一支也不会穷困到哪去,李白父亲的时候举家从岁也逃回了蜀地,因此李白就出生在这个天赋之国,再加上李家的家世背景, 可想而知,李家在蜀地过得绝对相当富裕,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白二十四岁之前能在蜀地潇洒自在的过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青年时期, 因为李家在蜀地根本就不差钱,李白只是游山玩水而已,再怎么潇洒富游,结交好友又能花得了几个钱, 所以李白年轻的时候因为有着家族背景的帮助,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这时候的李白完全可以说穷得只剩下钱了, 这句话不仅说他财富自由,更是说这段时间是李白增长见识填充学识的时间,正是因为富裕的生活和显贵的家世背景, 让李白能在年少的时候不仅能读万卷书还能行万里路,造就了他的性格赫尸丰,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李白已经几乎游遍了蜀地,于是开始向往更广阔的山河, 于是在二十四岁这一年,李白仗见去国,辞亲远游,告别家乡前往中原, 李白出游必然是要随身带着不少盘缠的,因此他在此后的一个时间中必然也不会缺钱, 但是李白不是生产,钱财指出不尽总有一天会用完的, 那又是哪来的钱支撑他直到中年也依旧能够潇洒自在呢? 入坠豪门娶妻生子,离开蜀地之后,李白就开始了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此期间,李白结交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批之交好友们, 展开了自己朋友变天下的旅程,然而随着李白声名确起,年龄也越来越大, 但是他始终没有娶妻成家过,这是非常奇怪的, 或许其中也有自由潇洒的李白不想被家庭束缚在一个地方过着, 被条条框框约束的生活的原因, 但是在李白27岁这年,这位哲仙人终于懂了放心想要成家了, 于是就找了个人家当了倒插门的女婿, 这位师仙就连成家也这么与众不同, 而他妻子许氏的家庭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家, 许氏的祖父许语诗在唐高宗的时候担任过宰相, 虽然不是出身于世家大族, 但是家庭背景也相当强悍, 许氏的父亲就只有许氏这么一个女儿, 舍不得女儿出嫁受苦才决定招婿, 正好这时候李白正在安禄暂居, 于是就登门求亲, 没想到还真让他成功了, 婚后的李白生活还是相当幸福的, 虽然是上门女婿, 但是因为他自己非常有名气, 所以岳丈对他非常客气, 妻子也让他非常顺心, 两人还生了一子一女, 然而李白的灵魂终究是自由的, 即使成家了也绑不住他, 于是李白在这个时间中仍旧在倒数结交好友, 游览名山大川, 这时候的李白就更加不缺钱了, 他岳丈家是士族, 当时的士族就没有寒门的, 全都是非富即贵, 更何况李白四处游览, 扩大自己的名气, 对许家来说也有好处, 因此许家出钱支持李白, 出去玩根本没什么怨言, 但是可惜的是, 许家这个长期饭票, 李白只用了十多年, 也为在李白四十岁的时候许氏去世了, 许家也不可能一直留着一个上门女婿, 于是可想而知, 李白接受了许家作为补偿的许多钱财之后, 重新恢复了自由身, 这些钱财又支撑着他潇洒快活了一段时间, 随后李白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唐玄宗刺激放海, 随着李白的人生迈进了四十岁大官, 这位半辈子没有过正经工作的大师人, 终于决定给自己找点正经事作, 开始求官想要入室, 但是李白求官也不是通过科举, 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师人, 有着自己的骄傲, 于是借着自己广交天下的人际关系, 找到了贺之章, 搭上了玉珍公主这条线, 玉珍公主是唐玄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妹妹, 而且当时贺之章也很受重用, 于是唐玄宗给了他们面子, 屈尊看了一下李白的作品, 没想到在看过之后, 连皇帝也被李白的才华折服了, 对他的文章和诗歌赞不绝口, 当即就决定传召李白进宫考察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才华, 结果当然是肯定的, 李白的才华在当时说举世无双也不为过, 唐玄宗当场决定给李白受官, 但是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官位, 而是一个汉林供奉的职位, 这个职位看起来体面, 但是唐朝的汉林和后世的汉林学士可不是一个概念, 唐朝的汉林为皇帝写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哄着皇帝, 吹捧皇帝的, 这种工作让李白来做简直就是小财大用, 李白写的一首锦绣文章当然能把唐玄宗哄得高高兴兴, 但是这不是李白的目的, 于是李白日渐消沉, 沉醉于酒中, 他狂妄的态度也让唐玄宗非常不满, 于是最终在李白仅仅当了一年多的汉林供奉之后就被炒鱿鱼了, 唐玄宗对他赐金放海, 也算是给了李白体面, 这时候的李白距离去世还有二十年的光阴了, 唐玄宗给他的这些金钱财物, 当然支撑不了他二十年的潇洒, 但是李白怎么可能被穷困难倒, 此时的李白明满天下, 到处都是等着艳请他的社会名流, 最好的例子就是汪伦, 在邀请了李白赴艳并赠予了他许多财物之后得到了一篇失先的大作, 赠汪伦因此名扬千古, 所以李白受赠得到的财富不在少数, 而到了李白晚年六十岁左右的时候, 也为身体越来越衰老, 于是干脆就投奔了自己的亲戚, 也就是他的足书李扬兵, 有了李扬兵的供养, 李白的晚年尽管没有之前那么富裕了, 但是也没有穷困潦倒, 最终在六十二岁的时候因病去世,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总的来说, 李白虽然一生中就没好好上过几天班, 但是以他的名气, 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 而且李白的两位妻子都出身豪门, 原配许氏是唐高宗室宰相许宇施的孙女, 济氏宗室是武则天室宰相宗楚客的孙女, 因此李白的一生可以说是压根就不差钱, 相对来说, 同样是唐朝最杰出的诗人, 李白和杜甫一个是诗仙, 一个是诗圣, 李白一生整天游山玩水, 却从来不用为钱财担忧, 走到哪里都有粉丝接待, 而杜甫的一生就比较悲剧了, 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从这里就能看出名气的重要性了, 毕竟李白在唐朝时就出名了, 粉丝变天下, 而杜甫出名则是在宋朝之后的事情, 他在唐朝时并不出名, 所以也就没有多少粉丝, 自然也就无法和李白相比了, 李白和杜甫一个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一个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 可是两个人的人生命运却有着巨大的差距, 由此看来,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 浪漫主义都远比现实主义更招人喜欢, 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您的共鸣和愉悦, 如果喜欢,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 以及在这边, 请点赞并不出名的重点,